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今時今日說移民已經不是新聞 在你的朋友裡面一定有一個在左近 或者不止一個 如果你是群組 大家都會談談去哪裏落腳好 去哪裏學校讀書好 一些小孩 而且最近吃移民飯多到不得了 所以我今天在《蘋果日報》看過一個專訪 關於公務員移民的故事 我以為都是一個普通平凡的移民故事 在今時今日有什麼值得好說呢 看下去之後就發覺 有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或者說一下究竟香港人現在在想什麼呢 香港人為了自己家裡 為了自己的下一代 為了自己的前途 他為什麼會 甘願離鄉別井 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這是一個公務員 這個公務員 在七年前加入政府 成為公務員之前的一個晚上 他留在示威現場 當然是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 他認識了一個公務員的爸爸 公務員爸爸 他說這個公務員爸爸 他一直說感動了他 他說為了子女我也要走出來 當時這個阿樂 可能還是年輕 現在這個公務員爸爸 就在跟阿樂說這番說話 留下了一個種子 過了六七年 這個阿樂也成為了爸爸 不過女兒還是很年輕 大家知道 打工務員工 入職公務員 其實 公務員的工作挺悶的 我想除了香港電台 比較刺激之外 都挺悶的 一板一眼的東西 全部都是 不過就新高 新高 看看你做什麼職位 什麼職位 就糧準就必然了 假期也有很多下 那麼他 有沒有掙扎呢 我想離職當然有掙扎 他最大的掙扎是什麼呢 他說他遞辭職信那天 剛剛他說在上午來 下午就收到一封 升職信 你說是不是 你不覺得很荒謬 自己做這些事情 那麼蠢的做這些事情 升職 你就辭職的 你不覺得很荒謬 那麼這個阿諾就說 原本新水 就是二萬六 左右 對於很多人來講 都不錯的 是不是 他說升職的話 又跳 正的地方 公務員 每年都可以有機會跳 有機會升職 五年就可以去到四萬三十年之後 就可以去到六萬 當然你說六萬很多嗎 對於很多人來講 就真的很多 不過阿諾就跟太太談完之後就說 走了 升職也是這樣說 離開這個公務員的崗位 不宣誓 不升職 遞上辭職信 毅然來說 去了英國 將公務員分成兩類人 我想香港都是分成兩類人 藍和黃 他說藍 和黃一樣 對政府都是很多東西 看不過眼 覺得他做得很差 不過黃和藍最大的分別就是 黃就會 會 呃 呱呱吵 會批評這樣批評那樣 可能那個批評是相當激烈的 藍呢 都會說一下 就是 不過呢 說完之後就說 唉 沒辦法啦 是這樣的啦 是這樣的都要的啦 就習慣了逆來信守 即是說他雖然就比如說吃飯啦 即是聊天啊 可能呢最後就以吵架收場的黃和藍 但是呢他會感受到呢 不是 黃的才對政府不滿的 藍一樣是對政府不滿的 是看不過眼的 他為什麼要走呢 當然跟自己的 想法有關係啦 跟宣誓有關係啦 跟對香港前途不明有關係啦 不過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有個很小的女兒 他不想他的女兒 留在香港 受越來越 恐怖 可怕的教育 他寧願那個女兒 尤其是小 尤其是小 他覺得 比較容易適應 尤其他女兒去英國受教育 這個也是很多年輕夫婦移民的最大的動力 據我了解 這個我想一字那麼淺的 對於一個可能他不是很老啦 他現在都是七年 入職我想都是 三十頭那樣 是不是 或者是三十宗那樣 年輕遙遙 我就說 對這些年輕遙遙的人來說 移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尤其是他如果 如果他是一個專業人士 他的工作 他的專業的資格 只是香港才能拿到的 如果他移了另一個地方 要折騰一輪 搞了大餐 都未必能夠拿到相同的專業資格 是不是要從頭讀起等等 很多很多的考慮 他又不夠老 谷種又不夠多 又不可以即時退休 這個是對於那些 三十兩四十歲 的這個 年輕女來講 專業人士來講是最痛苦的事 最大的考慮就是 如果你說 移了去不同的國家 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澳洲和西蘭也好 就是怎樣找這份工作 過了下半輩 駱華十年之後就可以 賺到六萬元 如果他在英國 究竟 賺到六萬元港幣的機會 有多大呢 即使過了十年 當然 人 就不要小看自己的潛 潛質 不要小看自己的能量 人是很厲害的 去到不同的地方有很不同的適應 譬如這個專訪說 駱是做什麼的呢 做完毅的 大家可能想到他基本上 都是 一不離二不離三 幾個政府部門做事 他做完毅對他來說 是一個享受 是一個非常好的 如工作於生活 如工作於娛樂的東西 所以去到英國 他大派用場 不是用來賺錢 是用來木輪 他幫旁邊的婆婆 去收好花園 也幫 當地不同的種族的人 去做這個工作 會不會化為 他的職業呢 令他可以在英國生活下去呢 在英國的地方 這個就是後話 說到他受教育 他的女兒受教育 他寧願他的女兒在英國讀書 受英國的教育 我覺得這個 絕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在香港 你現在知道 首要要對付的 就是我一直都在說 意識形態的東西 新聞機構 是吧 教育 接下來 已經將國安的元素 滲入國科裡面 也有關於通識改了 早前一個報道 一個書商 做了一本教科書 有關通識的 就說引述內地那些左道不得了的學者 說文化帝國主義 配過卡通 就是把迪士尼和麥當勞的公仔 穿了軍服 用槍子 舉著白旗的一些市民 就說他是用文化 侵略 迪士尼文化侵略 麥當勞文化侵略 我覺得 如果你這本教科書放在這個學生 面前 老師去教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老師怎麼教 他也是在那裏 地士尼也是特區政府引入 印 麥當勞也是中資機構買了 他沒有改成吃飯 都是吃漢堡包 都是西式文化 如果吃漢堡包薯條 就等於文化侵略 我就不知道 香港有其他外國 日本 拉麵店 日本 日本店、炸雞店那些算是文化侵略 你怎樣教 不要說小朋友 固然學得很辛苦 你說爸爸今天爸爸現在帶你去吃麥當勞好不好 小朋友不知道為什麼吃麥當勞很上癮 如果落個女兒 爸爸帶他去吃麥當勞 女兒剛剛上完那堂就說 不行啊 那個帝國主義文化侵略 那個做爸爸的怎麼辦 怎樣教給他 不是啦 這個 食物呢現在都不分這些東西的啦 我們有時候會吃飯有時候會吃漢堡包有時候會吃薯條有時候會吃壽司有時候會吃拉麵 要多費很多唇舌去解給他聽 那老師 反過來又可以怎樣教呢 老師會不會讓學生看到他去吃麥當勞 哦你說幫我聽那個文化侵略你是去吃麥當勞呢 就是說現在在香港呢 你繼續接受這樣的教育呢 那個價值顛倒到一個程度呢 我覺得不只是老師和學生和家長的問題 人都瘋了 中國大陸也是一樣的 中國大陸也是有麥當勞的 有這個肯德基的 是不是 他怎麼教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人家會不會強調這些東西 為什麼香港會強調這些東西 我相信中國大陸也不會說要把這個麥當勞肯德基 偶爾會有民族主義發瘋 抗議也不會說要趕人走 是不是 你在香港 那種價值顛倒令到你在這裡 無論是教的和學的 都不能繼續下去 就是我不要說其他政治的東西 不要說有人身安全的問題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頂不住政府的施政 只是說你有個小朋友進去讀書的時候 那些價值 你怎麼將它 就是 顛倒完又顛倒又顛倒 就是混亂到一坨屎 你怎麼將它扶正 我都想不通 那這個就是 小學生初中生要面對的問題 好了 到高中又怎樣呢 剛剛 這個文憑市 DSE歷史科 就考完了 大家記得去年就 搞到很大鑊 就有一條題目 真是天翻地覆 就要講這個日本侵華 就是日本對中國 究竟是 這個 幣多於利 幣多於幣 日本侵華是怎樣呢 日本和中國關係當然是怎樣呢 那就由這個戰前 日本侵華之前 開始講起 提供了資料 然後 就是這個 也都提供了很多這個戰爭裡面的一些慘況 叫學生去做一些評價 引起這個牽然大波 整個這個考評局都要改了 那個裏面的人提早要退休 又炒人 又成 這樣 今年是怎樣呢 歷史科當然是 引起關注 通識科已經不政治 歷史科更加 要愛國主義行先 其中有一條呢 就講 1910年代香港永安百貨的海報和兩段取材志歷史書的引文 內容提及20世紀初 華商在香港成立銀行 和1920年末 在中國電影公司在香港設廠拍攝電影 其後日本侵華的時候 香港電影人發揮了共富各難的團結精神 拍攝孤島天堂等等 對抗漢奸的壯烈故事 那個題目是什麼呢 就要求在20世紀初香港的經濟特色 要求考生從兩段引文推薦1930年代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和解釋 資料 對於反映1900年到1941年間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多大的好處 哇 跨度大到一點 你都真是 但是無論如何你見得到 是在說 外國主義的東西 說歷史是要說外國主義的 不是被客觀去分析那個歷史的 不要說這個幣多於利利多於幣 不是說這些東西的 是說外國主義的 好了第二題 20世紀下半月和中國有關的資料列出天津公司合營 工廠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開業典禮圖片 深圳市副市長 李傳芳 原來那個訪談中談到 深圳速度的稿件 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創出非凡的業績 與這個 這個建設的國貿大系 是聯繫 要求考生就兩幅圖片 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要特色 在專訪稿裡面推論1980年代深圳經濟發展的特徵 以及解釋1978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現代化 是由什麼因素推動的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在做記者 我見證著 最大的推動力 就是來自香港 現在就很多打完 債不要和尚教識徒弟武師傅 香港現在不是發揮這個作用 香港現在要處處設防 因為你是顛覆 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權 考生學這些東西行不行 講香港的重要角色 講香港這個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角色是什麼 為什麼要九一國兩制 為什麼一直都是 九七年之後仍然維持香港支援主義制度 因為香港幫助中國現代化功不可沒 說這些行不行 我不知道 政治正不正確 我不知道 由這個移民 講到這個教育 講到現在香港這個年輕人面臨的處境 是很多父母 你不要想自己也好 都要想下一代 一想起 他在香港接受這一種模式的教育 令到你真是會 很憂慮很擔心 會教出來一個什麼人呢 是吧 早前 我在跟大家報導的 有關於一家觀俠學校 一家觀俠中學通識科老師 被篤灰 最後現在要釘牌 就說他教那些教材很偏頗 教他對中國反感等等 篤他灰那個 文說現在未經證實 是一個初中生 教育局就說是學生投訴 沒有說初中生高中生 現在就說是一個初中生 我想做家長的 看見這個新聞 一定會聯想到 他的小朋友 繼續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一個 揭發他老師的紅小兵呢 大家都會很害怕 他揭發老師可以揭發老爸老母 在將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能不能夠忍受 你的小朋友去香港接受教育 你不能夠忍受你去香港接受教育的話 你的選擇就是 我不接受這個香港 特區政府資助那些教育 不如我去讀國際學校 我負擔得起 不好意思 國際學校 你看看大陸的情況 要跟大陸的課程大綱去教 香港會不會 我說會 說到說在香港 一定要 升旗 要接受外國主義教育 說國際學校 你放在那裏讀 效果是怎樣 我想 沒有差得多遠 可能 放在國際學校 挨貴學費 其實是沒有用的 唯一可能就是 遠走高飛 其實是很慘痛的 我告訴大家 很慘痛就是 例如我剛才說的阿樂 他在公務員的工作裏面可以安安穩穩做到退休的 其實真的可以 那個退休金 雖然現在沒有長縫 新入職那些都是用 公職金 是 都不錯的 未必一定可以過下半世 其實都不錯 而且不只是說退休金的 你幾萬元的工資 不是說 那麼容易找得到 要離開 那個地方 離開香港這個熟悉的地方 一個陌生的地方 怎樣能夠找到自己 對的工作 令到自己可以養到家 都是一件相當頭痛的事 不過阿樂 偽然就 收到升職信 都要離職 我想他就是想起 香港這種 這個情況 越來越沉淋越來越墮落 尤其是在教育的體系裏面 他怎樣能夠用 讓他那麽小的女兒 自小就接受 這一種 可以 讀老師灰的 可以讀爸爸媽媽灰的 一種教育模式 根本沒有掙扎 很容易 做一個決定 大家覺得是不是 好 影片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 這裏向大家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 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 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裏向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電視劇集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VPN 登入了當地的 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 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 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加油 大家不妨試一下 nelle 稍微 天